三十七 《文匯報》 雙節鑊日核污鹽區奶粉 2015年7月26日中國新聞A11香港《文匯報》 信據中通社報導 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昨日發布消息稱 長沙近日在入境郵件中節鑊多批日本核污鹽地區應有兒奶粉 總價值約4萬餘元人民幣 另據觀察者網報導 7月1日至20日 長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郵件辦事處在入境郵件中 連續值獲大批產自日本東京都群馬園的應有兒奶粉 上述兩個地區時日本福島核洩漏事故後 中國禁止進口食品 食用農產品的地區 站未檢出防射性超標據介紹 此次值獲奶粉共78批 521冠 淨重425公斤 價值約4.1萬元人民幣 工作人員通過便攜色能譜而對值獲奶粉進行放射性檢測 站未檢出防射性超標 根據中國相關法規 長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對所有值獲奶粉作退運處理 據悉 這是自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洩漏事故以來 湖南口岸值獲產自日本核輻射污染地區食品最多的一次 據了解 今年以來 中國各地檢驗檢疫機構多次值獲試圖 湖南口岸值獲入境的日本核輻射污染地區的食品和食用農產品 廣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6月就值獲產自日本東京都的奶粉632罐 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提醒消費者 為保證自身健康安全 不要由機構購買和攜帶產自日本核輻射污染地區的食品和食用農產品入境 2011年日本福島發生核洩漏事故後 中國國家執檢總局發布緊急公告 禁止從日本12個都願進口食品、食用農產品及治療 並要求從日本其他地區進口的食品農產品 布檢時需提供日本官方出具的原產地證明 部分產品還需出具防射性物質檢測合格證明